本期继续介绍高分美剧《黄石之声》 清晨的达顿状元上 凯西正看着牛仔们驯牛 老达顿从后面起码走了过来 牛群该换草场了 目前有12号和9号草场可以选择 不过12号很快被凯西否决 因为它附近有条河 而且没有篱笆 牛群渡河后很可能走失 老达顿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本就是他对凯西的一个考验 随后他与安德鲁和后 对凯西赶完牛后来牲畜委员会 然后就离开了 可是当凯西宣布9号牧场后 还冲大家问了句谁有问题 牛仔们立马纷纷表态 有嫌远的 有不想修篱笆的 直到雷普看不下眼发怒 众人这才赶紧行动 随后雷普跟凯西说了句 有什么就安排他去做 当然前提是凯西必须信任他 而他也将会确保没人敢质疑凯西 解决完这些后 凯西去了牲畜委员会 老达的打算给凯西弄个奇景的徽章 并让他成为委员会的议员 这样凯西才能更好地保护牧场 警方查询了凯西的犯罪前科 结果什么都没查到 凯西当时又想起了自己杀掉莫妮卡哥哥的事 随后他在众人离开后跟老达顿说了心里话 道奇景是要通过谎言测试的 而他还过不去心里拿刀砍 老达顿说可以后台操作 凯西根本不必参加那些测试 可凯西却坚持一定要参加 老达顿当时就无奈了 从委员会出来后 凯西去了趟莫妮卡的宿舍 泰特看见爸爸兴奋的要死 还热情地邀请凯西当自己上铺的兄弟 可没一会儿 莫妮卡和凯西又说掰的 莫妮卡对凯西回家帮老达顿工作很不满 觉得他就没有自己的想法 不会追求自己的生活 可凯西却耿直地认为 当初自己离开 完全是莫妮卡要求的 两人没法沟通 凯西只好离开 而酋长和丹尼尔这边 也已经完成了合作 酋长还支付了好大一张支票 丹尼尔当时就开心的不行 随后两人就捧着支票 接受到媒体的采访 而酋长的行动并不止于此 他还跑去支持着竞选 成了杰米的金主 当杰米在女州长的办公室看到酋长时 他当时还有点反应不过来 女州长说 杰米是无党派人士 没有政党提供竞选资金 就和家里决裂 答对家族甚至还扶持着新对手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依靠酋长其实是个很好的选择 和家里决裂是一回事 和敌人合作可又是另一回事了 杰米突然就有点怂 跟女州长要的一天时间考虑后 离开了办公室 随后 女州长去付了老达顿的酒吧之约 结果老达顿上来就给他叫了一堆酒 女州长也只能无奈地接受 两人一边喝 一边谈论杰米 本来杰米是他俩最好的选择 可这孩子太注重别人的认可 一旦竞选成功 肯定不会再乖乖听他俩的话 所以老达顿必须让杰米走下坡路 说完杰米 两人又聊起家里的孩子 说着说着 老达顿就无比想念自己的王妻 他几乎拥有的一切 只有这件事最令他难过 女州长没有说话 只是一脸微笑地看着 这个认识的很多年的男人 他问老达顿 会不会重新恋爱 答案是否定的 女州长也深有同感 其实他也很想念自己的丈夫 老达顿搂着女州长说了句 可能这就是他们分辨真爱的方法 可真爱早已不在身边 熟悉彼此一切的两人只能互相安慰 镜头转到贝斯这边 他跑去找正在喂马的雷普 说自己其实很希望那天 雷普能揍趴凯西 然后离开达顿庄园 因为在他看来 把一切交给凯西管理 只会越管越糟 可雷普却笑着否认了 还说 现在这样做做杂物也挺好 贝斯都误奈了 难道忠诚就是这样的下场吗 酋长和丹尼尔的合作 引起了蒙大拿另外一股势力的注意 他们是洛基山燃气赌场公司的贝克兄弟 兄弟俩跑去找丹尼尔 想让他放弃酋长 并和他们合作 结果丹尼尔把兄弟俩骂了一顿 兄弟俩气愤地表示 自己是蒙大拿酒精委员会的老大 以后丹尼尔就别想在蒙大拿卖酒了 而且这还仅仅是个开始 丹尼尔当时差点没气风 做生意真是太难了 而小米这边也出了问题 他和艾弗莉去超市购物的时候 遇上了之前欺负过他的小混混 小混混想买制毒的妖剂 可爱于超市里由警察巡视 只好逼小米帮他们购买 这次小米难得厌弃了一回 直接拎着自己的东西走出超市 小混混被人怒 追着小米一块上了车 结果被艾弗莉用防熊喷雾喷了一脸 小米也不信躺枪 甩掉小混混后 艾弗莉还不停地嫌弃小米 按她的说法就算是在她的葬礼上 这俩混混也不是她的对手 再次去做理疗的莫尼卡 居然遇上了桃花孕 多日的接触让理疗师 渐渐喜欢上了她 动作都开始变得暧昧 莫尼卡只好赶紧结束理疗 别告诉理疗师 自己是个已婚妇女 可理疗师却表示 自己早就看到的戒指 回家的杰米理不清思路 而娜娜觉得 接受酋长的私助也没什么不好 无难的杰米只好跑去贝斯的公司求助 贝斯欲语道破真相 杰米根本做不了政客 真正的政客都是自恋狂 而杰米只是一只 绝望地需要别人承认的羔羊 周围还围了一群恶狼 只有打顿家族的人 不会把杰米吃掉 杰米想了一夜 终于在第二天做出决定 不再参加竞选 娜娜知道后失望的不行 他还觉得杰米是浅了一股 能让他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 所以杰米就被娜娜赶出的家 那天早上 杰米回达顿庄园吃早饭去了 贝斯看着对面的凯西和杰米 当时就笑疯了 而老达顿却默默离开餐桌 走出去散心 远处的雷博还在忙着干杂活 那一刻 老达顿感慨万分 该回来的都回来的 回不来的也永远都回不来的 好了 本期影片结束了 我们下周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